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自成立以来 在各级选举中屡长败绩 日前推出张瑞宏参战台中市和平区长补选 尽管党主席柯文哲连续两周为张瑞宏扫街败票 仍难挽颓势 最后张瑞宏以456票落败 对此柯文哲当时无奈表示 还有难为的还不错 原以为此次台中和平区长的12万新台币保证金保住了 结果却是一场误会 算一算光是今年选举 包含年初大选提名17位区域民贷 跟23位不分区民贷 保证金就狂洒800万元新台币 而刚刚过去的高雄市长跟和平区长补选 台湾民众党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没跨过10%门槛 总共1012万元新台币被没收 柯文哲被认为一向很抠门 经营政党却花钱如流水 尤其四场补选 只有嘉义过沟里长跟屏东看顶乡长 两位素人拿回保证金 尽管每年有近8000万元新台币的政党补助款 但扣除1000多万保证金缴拿不回来 台湾民众党四场选举活动及人事开销 跟之前党员大会支出起码已经2000万新台币 到底花了多少钱 台湾民众党表示还在结算 只是付出跟结果似乎不符合成效